这样去布施功德很大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像我们一般的布施是供养三宝 有的他功德感受得很大 有的虽然也布施了 一般有的供养之后一生受福 有的食生有的百生千生功德辗转增胜 是不是供养钱多少呢 不是的而是在你的心就是供养的诚心 看你在什么环境之下供养 你自己又很贫困 就是生活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供养三宝 虽然是一块钱吧 比人家那一万块钱供养的功德还大 享受时间还长 在这个布施当中 行为 语言 供养心的诚恳 有恭敬心 没有恭敬心 关系很大 最尊贵施与那最贫贱 最吓人 而且还能够使那个受施者心里很欢喜 不止钱 这里含着有法 以大慈悲注重他的心 他不是轻视他们的心 是以慈悲心 慈悲心就是行菩萨道了 就是大慈大悲 敏众生 所以有这个福德的报应 以此布施常德七宝具足 布施之后一定要的报 这个报百千生中受用不完的 国王 大臣 有地位的人 他的下人很多 叫他们去代做那功德就少了 心身去做 表示他尊敬 有尊敬心 前后是悲甜 诗与下贱人 对于三宝 对于塔尿的恭敬心是敬田 这两个不同 但是也看你什么心供养 经上经常都这样说 至心一处 每部经都教你一心 心无杂乱 专心致意地来供养三宝 佛根地藏王菩萨说 一切众生在做功德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回向 回向三宝 辨十方 进法界 往下回向给一切众生 回向给苦难的众生 所感到果报就大了 所以说 在修补经书 修复塔尿的时候 这个国王乃至诸众人 发愿回向一切众生 愿一切众生离这三灾八难痛苦 愿一切众生发菩提心 愿一切众生学佛 都能成佛道 那这个福德没法计算 无量无边